邝美云 19岁参选香港小姐竞选获得亚军 1983年 替张曼玉幕后代唱后一名惊人 成为保利金旗下歌手发展歌唱事业 其中歌曲《容易受伤的女人》 半个吻 亲近我 别假装舍不得都成为了经典名曲 邝美云有过不快乐的童年 妈妈患病卧床休养 全家只靠父亲做会计的收入维持生活 在家里房子贷款即将还清时 父亲却将房子做抵押贷款 把钱投进股市 结果炒股失败 家庭生活十分解决 后母亲因病去世 14岁的邝美云 不得不辍学 打工养家 出道至今 他有过多段情感经历 最受关注的当属当年与于良伟的婚姻 两人在未办结婚证的情况下举行婚礼 而且通过电视台全程直播 可谓风光无限 只不过婚后因为无休止的争吵 导致两人的感情变淡 最终两人宣布离婚 90年代末淡出演艺圈 投资房地产 珠宝 股票 同时还开设牙科 连锁市诊所 由于他经营有道 目前至少坐拥五亿身家 成为香港炒龙女星第一人 10年来 邝美云在内地 捐建修建了44所希望小学 资助内地多个教育项目 超过10万学童受贿 每年有数百个贫困大学生 因邝美云的捐助而得到宝贵的学习机会 邝美云说 他特别喜欢孩子 看到这么多小朋友 能够通过帮助改变命运 健康快乐的成长 是他最幸福的事 感谢观看